好,当我找到副歌了 停了之后 我们这边也可以设开始跟结束 我目前三角形的位置在这儿 我要按一下开始 前面会剪断 从这个位置开始 听到吗 音乐的剪辑 OK 好,设开始跟结束点 好,确定 好,这个时候呢 我的这几张照片播的时候 就会有这一首歌当衬底 再来隔壁这个幻灯里面看一下 有些同学呢 如果你的照片很多 尤其是你们做旅游类的东西 那你加了背景音乐之后 你可以设定 我的图片配合音乐 还是音乐配合图片 不一样的地方是 如果你是图片配合音乐 我现在从副歌开始唱 我唱到结束的时候 这二三十张照片 会刚刚好播完 这是最漂亮的 你就是有听觉的部分 是刚刚好符合的 所以你如果一百张 你根本不晓得它到底要播几秒 你就配合音乐 音乐播完 所有的照片全部都播完 这个会比较漂亮 那第二个的话是音乐配合图片 我一张图假设播三秒 那二十张就是六十秒 播完就没了 音乐会配合图片做停止 好那顺序的话 就是我的时间轴顺序 或是你照片如果拍的时候 有档名的顺序 照你的照片的档案顺序也可以 好那我们配合音乐 好确定 所以这里跟刚才不一样的是 我们又加上背景 知道吧 又加上背景 好下一步 可以预览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完成 我直接完成好了 下一步 完成 确定 好就变成只有两个档案 一个是我的花絮的开头 一个是我的有音乐的 每个人的那个播放秀 这样同学听得懂意思吧 所以它再更进阶一点点的做法是 它可以跟音乐的部分结合在一起 好 那